再来说一说Alt跟Response Response它的类型是 早前我们在开数里面见到的那个 跟在Dogether里面见到是一样的 大家看到Response就有这两个请求响应 httpServerLine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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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再让它打开 是JSP Writer 这能写上 JSP Writer 注意我说再三强调这个面试经常有 所以一定要挑 这已经不是了解的程度了 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在这说一说了 注意看看 我呢 我在这写代码了 套到那个叫04 或者我再建一个叫05的 在05里面写什么呢? 先写 这是 Other05的页面 先给它换行一下 然后 写上代码 这个地方写什么呢? 先用out对象 对象输出的内容 然后接着我在这里面再打个尖口号 百分号 然后写什么呢? Response 点上get right 点上right 现在两种都能打 这是使用Response 输出的内容 输出的内容 先到的是这种效果 这种效果跟我们这边这个效果呢 不太一样 你看 这个是out对象输出的内容 摆到后边去了 它先输出Response里面对象的内容 再输出这个 然后再输出这个 什么意思啊? 就是先到这个 然后再顺着这两个来 再到这 然后再到这 那这个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去看看背后的原来 其实这个地方 这是Other05 它背后 也是这个去写的 对不对啊? 去看一下背后的原来 Other05 然后往下 你看 这是05的页面 它是不是也是用out对象去输出的呀? 所以呢 其实你可以知道 这一行代码前面隐藏的有一个叫做 out.right 是不是一样的? 代理到底啊 大家 下面这个是一样的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就为什么你这 你这先不打印这个 这两个 你先打印这个呢? 原因是这样的 这个out呢 它输出的时候啊 其实它并不是真正的去输出 也并不是去靠的去输出 这个呢 是咱的out对象 这个呢 是咱的 这个呢 是咱的 response点上 right 这边的输出 那out假如要打印的话 怎么打印呢? 就是说 这是05 页面 然后下面还有 out对象 输出的内容 因为05也是靠点out输出的 那这边就写个叫 维斯 方式输出内容 好 那 它输出的时候 就算你先写这两行 它也维斯两个线出来 它怎么出来的呢? 先打这个 然后这里边的内容 其实是 把它拿到这边缓冲出来 由这个 response 去修处 由它去写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 把 这个out对象 输出的内容 放置到 response 的缓冲区区 好 那 对应的话 其实就应该是 先输出 response 本身要输出的内容 然后 才是out里边的内容 先输出这个 然后才到你的这边这个 好 这是他们的一个不同点了 当然面试可能不会有人问这个 那现在你在地面上 你输出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 你可以用这个 记一下他们的区别 就行了 感叹好 中文化 放一颗小工 好了 这是out跟 bounce的g 好 那上面呢 这个page context呢 再说一下啊 它除了能够随值之外 它还有个功能 但是我们一般都比较少 那什么功能啊 用page context 这个对象 可以拿到 其他的八个对象 比如说你可以get request page context 可以来个叫get session 可以拿到get configure get application 都可以拿 那你可以 page 点上 context 点上 get 你都可以拿早前的那些东西了 如果有异常 你可以拿这个异常了 你都可以拿这些东西了 get page 也可以 get out 但是一般我们都比较 比较少用这个 为什么呀 因为其他的八个 你是不是可以自己写出来啊 大家 其他八个 比如说像这个session 我其实没必要写这些东西呢 为什么呢 因为里面是不是内置了一个session呢 我直接用点分枪了 所以呢 也这么给大家说一下 能够存值 那还可以 还可以 还可以 获取到其他 八个 内置 对象 好的 以上 就是咱们 四个 作用域 以及其他这五个 那一只对象 那一只对象